国陀山河 日本人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骑之下 日本人成了古都的主人 中国人则做了芒果奴 在这片土地上狗血偷生 正阳门建楼 正阳门是北京最大的城门 历史上的正阳门建楼 曾数次被毁又数次重修 正阳门下的铁路 火车轰隆隆开过 东郊民巷盘楼下走过的黄包车 东郊民巷 曾是著名的史冠区 几经变迁 现在去北京 早已看不到东郊民巷曾经的模样 巷口的牌楼早已不见踪迹 当年的黄包车夫 老是以下的洛国祥子 就是这个样子吗 鱼车从紫禁城脚楼下走过 老百姓的这个打扮 在一些老的电影里才能看到 卖唐葫芦的小贩 这唐葫芦的品种还不少 万元之源的圆明园 成了这个模样 只有看到那 熟悉的大水法 才知道这是圆明园 1860年 被英法联军毁掉的圆明园 到了清末民国 成为了众人打劫的对象 历经时节 暮劫的圆明园 早已破坏得不成样子 不少人 干脆在圆明园里 开荒种地 昔日皇家园林 早就没了一丝皇家气息 那时候的北京还冷得很 湖面上结了厚厚的冰 远眺原明园 这些照片 是一位在铁路工作的日本人所拍摄 现在还能看到 很是难得 日军在北平城整整待了八年 直到抗战胜利才滚了回去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北京这座古城的原貌 在这八年里并没有怎么改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